歡迎回到新台灣星光大到 對於在被蔡守遜研壓兩個月 陳水扁說要開國際記者會 這件事情高志鵬在立法院聲援他 不要以為在台灣都是關門打孩子 那一定要這個 變成是一笑國際的一個笑話以後 才要認真去面對 我想這樣鎖國的心態如果一天不改變 就會有像王清空這樣的部長 竟然還管起民眾能不能開國際記者會 這樣的一個笑話 那所以我想是馬政府的鎖國心態 使得很多時候是不得不訴諸國際媒體 那或許這也是另外一種國際化的一個奇蹟 說不定 高志鵬說呢 陳水扁開國際記者會是台灣國際化的契機喔 這個 打破手鍋 你是不是覺得太奇怪了 國際化的契機 這個是阿扁最中心的 將來準備有一天不排除陪葬的 敵性子弟的 因為你要說接班人 對 講法 沒有班可接了 但是我覺得他那講法是很奇怪的 為什麼呢 因為關門打小孩 我覺得這個沒有關門 也沒有打 你的老闆也不是小孩 然後呢 這個馬英九有鎖國嗎 在他的眼中 在綠營的眼中 馬英九只會賣台 賣台不算鎖國 所以充滿矛盾的 本人不進一步平衡 他是說不讓他開國際記者會 這個是鎖國 對 然後喪失了國際化的細菌 不會上不上的問題啊 你就儘管開 我覺得王清風部長 沒有權力禁止你啊 你儘管開啊 而且要開得好 這可以開啦 王清風講這個 他們聽不聽沒關係 但是對小英 我也不想知道小英 蔡英文是要講話的 主席你前面讓我們看誰 15天之內要攻進台北看守所 好氣甘雲啊 蔡喜芳還是黨員 那當然 那高志鵬是不是黨員 高志鵬當然是黨員 高志鵬是民進黨的理會啊 因為高志鵬 對 高志鵬啊他是貶系耶 但是他有案在身 如果沒有陳水扁 因為他沒有選過區域的 你知道嗎 他一路都幹部分區的 下一屆可能冷冷啊 我出錢的研判要請神醫師指教 恐怕不樂觀了啦 所以高志鵬也可以開國際記者會 不是